青年湖公园是个非常小的免费公园 游客绝大部分是附近的居民 它出名是夏天有个水上世界 在北京城北三环以内算是比较大的水上乐园了 每年会吸引附近很多居民来死 青年湖公园本身并不大 基本就是围绕中部的湖一圈 步行转一圈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冬季开始做冰场了 冰场在公园的西部 东部的湖面目前没有开放 夏天可以坐游船 码头在北门附近 公园的湖心岛北侧有个小的健身区域 简单的儿童滑梯 冰场的入口在公园的水上世界和儿童乐园旁边 靠近公园的南门 南门一进来你就能看到小火车 适合学龄前儿童 这是价格 小火车望左是去水上世界 夏天来玩游客比较多 毕竟附近周边水上乐园就只有这个 水上世界价格也不便宜 去年带孩子来过 无论大人孩子都是100 今年9月又开放了彩虹滑道以及彩虹拓展网 这是两个项目的价格 供您参考 这是彩虹滑道的开放时间 冬季水上世界是不开的 拓展乐园依然开放 就是实在太冷了 尤其是刮风的时候 家长只能在厦门户外等着 支撑不了多久 从小火车往右是儿童乐园 冬季只有部分项目开放 儿童乐园旁边就是冰厂的入口 冰厂门票无论是大人海外都是30 冰车和自行车是免费的不限时 自行车比较少 冰厂还在补充中 其他的项目都是单独收费的 这是收费的价格 冰厂的规模不算大 中规中矩 冰滑梯实在是太小了 不推荐 冰厂主要还是服务周边的居民 关于交通 青岩湖有四个门 四个门门口都没有公交车站 只有公园东门距离公交车站 地毯西门站稍微近一些 下车以后您进青岩湖路 就是东门 东门青岩湖路外面的安定门大街 路边是可以停车的 10小时10月2小时开始 是每小时15 公园南门外停车位非常少 您只能随地找车位 公园北门和西北门外是安德里北街 也是路边能够停车 等一等都会有车位 北门的停车场 目前是内部停车场不对外开放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